太极拳的开合太重要了 太极拳离开开合 它就不属于太极拳 大家好,我是太极飞飞 无论你打哪家拳 必须有开合 那么,比如呢 你往前上墓的时候 这是先合上 然后呢,这就是打开 还比如呢,是单边 单边画了一个圆 这是合上 然后呢,是打开 也就是每个动作都离不开开合 那么,开合应该从哪儿入手学习呢 这也是让很多初学者呢 比较迷茫的一个问题 其实呢,开合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 就可以从仪式装功里 就把我们太极拳的一大核心开合 练到身上 正式装功呢 就是上下矛盾装 它练的就是一大开合五大矛盾 那么,咱们今天呢 就主讲下一大开合 来 手上升 身体下降 这就是一个合 手下降 身体上升 这就是一个开 那么,这个开合 在太拳当中 能用上吗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上下矛盾装就是太极拳的一个万能的公式 再跟我一起看 还有呢 手上升 身体下降 这就是合 手下降 身体上升 这是开 这里看到了什么 就是说我们单腿的一个开合 那么单腿的开合 你在太极拳套当中 是不是就更明显了这种开合 你看 你往前上步的时候 往前上步的时候 首先需要松沉 沉好 合好 然后呢 我们再往前上步 这呢 就是一个开 公步 low推 这是一个开 这样的学习呢 是不是就简单的呢 所以说呢 我们初学者学太极拳呢 不要从套路入手学习 那样呢 你练得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累 而且呢 很难有大的一个进步 就不妨从仪式 简单易学的上下矛盾装中 练习 不就完了吗 也就这么简单 明白了吗 好了 欢迎评论留言 关注我 带你学习 太极拳装供 工发一类的学习内容 欢迎讨议 再来看